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看一下一個話題 非常簡單的話題 就是如果你用一句話 就可以證明你是有錢人 你猜是說什麼呢? 你又會聽過什麼呢? 一起研究一下 如果你有聽過 或者你又覺得 這句話可以代表證明他有錢的話 你也不妨留言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那麼簡單 有人就說 在香港的有什麼 有沒有見過一些人 你一聽他一開口 講的那句話 一定有些了道 當然 有人就說 很簡單那些 我一輩子都沒有窮過 這些會不會是? 我覺得不太像 這些是自負自大的人才說 你一輩子都沒有窮過 你 你有多有錢 你才覺得是不窮呢? 這句話其實很圓的 我一輩子都沒有窮過 但不代表真的你有錢 你有錢分兩種 有些是心中富有 有些是真是現實當中的富有 如果你用現實當中的富有來講 你一生都沒有窮過 你跟誰比? 你覺得自己很有錢? 你跟成宗富豪比? 還是你跟街邊的阿叔比? 你如果跟街邊的阿叔比 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窮過 但如果你跟一些成宗富豪比 在人家眼中 你真的一輩子都沒有富貴過 這是你的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當然 他講得出這個說話 可能他心中富有 心中富有是一件好事 你以為不是一件好事? 智足常樂 這句說話都勉強強的 我覺得可以代表得到 他真的有錢 因為你心中富有也是有錢的 另外有人就說 錢是什麼來的? 這些錢是什麼來的? 我就不入流 我覺得這些說話 如果你跟人說錢是什麼來的? 我就只不過 告訴你 你是不是不是香港出生的? 你只是懂電子貨幣 你沒見過銀子嗎? 你只會被人笑 你不會覺得你有錢 因為有錢的人很重視錢 你怎會不知道錢是什麼來的?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舉例如李嘉誠先生說 他的出生和經歷 大家都知道 他看錢的人看得很重 你認為他是不是像是一個 事前財如分土的人 然後他告訴你 我很有錢? 不會是 他絕對是重視錢 他也明白什麼叫窮 窮有什麼問題 所以為什麼他找到這麼多 當然 因緣制會機會 各樣各樣各樣 他一箱向上 等同 你看看 何鴻生 賭王 他曾經自己說過 他一個有錢的富家子弟 家道中樂 打仗 只剩10元雞 去梳打浮 然後怎樣發跡 喂 他們不看錢嗎? 當然是看錢 怎麼會 錢是什麼來的? 你真的走近一邊 就被人笑你了 好了 有人說 去茶餐廳 必定會加錢轉動飲 哈哈 厲害 有人說 這些證明他有錢 那也是 鬆動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認識一些朋友 算是比較富有 真的富有 不能夠叫他們 很有錢的 出來吃東西 他從來不會看價錢 喜歡叫什麼吃什麼 不要想多少錢 做人最重要 你這麼辛苦賺錢 就自在其中一樣東西吃 你不要管他多少錢 一千一千二千二千 吃吧 喜歡叫多飯 不夠的 你說做人這些多開心 當然 你說這樣很有錢 就是用剛才說的角度 看你用什麼比較 如果跟我比較 我很窮 一定比他很窮很多 但是反過來 可能給其他人來說 都算可以 這樣 好了 有人又說 去茶餐廳 把餐廳逐散叫來叫 這件事是你笨 我都說 你明明有錢人 其實是不會亂花錢 他們是看錢 那件事是很大的 很重的 他們不會因為無聊到 他們覺得那件事的價值是值 才會花下去 甚至乎他們會捏到價格很低 明明你看那件產品 50 20元 可以 為什麼我要50元買 20元 講價 講什麼價 20 這樣 有些人會扮豪氣 50 我給我 人家覺得很可憐 我走過另一檔 我一定會賺到20元 甚至乎我一定會賺到 一個願意20元賣給我的人 不是說你省得30元 當然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因為不是20元這麼少數 而是說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他們為什麼能夠把這件事成就 就是賺到這麼多錢 你看得到 有很多公司快不行的 低價收購 然後將它慘件分拆 然後再放出去 每件重新包裝 靚靚仔仔 然後再買一個賣好價錢 人家這樣做生意 其實賺錢的其中一半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打散來叫的 我覺得 嗯 嗯 好笑 好了 這件事 有人就說 這一句說 一定知道你是有錢 就說 我老婆小了50年 這樣 OK 這一句 沒有得拼搭 我拼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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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了 都是的 很多很多有錢的男士 近期也知道 一想到就聽到 有些演藝人 明星 找了一個很年輕女 做自己的老婆 有人就說 難道貪你還亂口嗎 難道貪你還曉轉彎嗎 貪你身家 你這樣說得出來一定是有錢 這句話我真的沒得拼 另外有一件事,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聽過 我覺得會在女士身上聽得多,尤其是年輕女 就是開口埋口都說我爸爸,我爸爸,我媽媽 如果她開口埋口都是說這句話,行先,某程度上她家底也有些 不知道你信不信 或者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家境沒有那麼有錢的那些 通常都說我爸爸,我媽媽是這樣的 我爸爸媽媽,我覺得我爸爸媽媽是屬於中產 我爸爸媽媽是屬於基層 我爸爸媽媽是屬於富貴 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第一件事,她可能會覺得她爸爸媽媽或爸爸媽媽有這樣的能力 她的父親賺了很多錢,或者媽媽賺了很多錢 因為爸爸很疼她,經常給她錢,或者媽媽很疼她 當她寶貝女一樣,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她們就會開口,我爸爸媽媽賺了很多錢 昨晚才送了一個包包給我,那些類似 這件事我覺得是 當然,我們這些基層 開口,我爸爸媽媽 當然 這件事我也覺得是對的 這件事說出來也挺悲哀的 為什麼用悲哀來形容呢? 有人會覺得 如果有人走過來跟你說 其實香港也挺好住 有人說,你開玩笑吧 這句難聽過髒話 有人說,香港也好住 不是吧,百物騰貴 我快來租都交不起 你跟我說,香港也好住? 我沒有錢交租了,不如拿錢來洗一下 香港也好住 你都會覺得你一定是好有錢 為什麼呢? 你試想想一個人 無憂慮的 你香港能夠覺得好住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有錢 他這麼有錢 他沒有煩惱的 出入,怕什麼塞車 黃之華說 駕駛車出街,撞飾,落車 跟別人撞款,落車,買個格 那你就有錢了 很多有錢人 其實覺得香港是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你想想 其實是 你有錢有什麼煩惱 又方便 效率又高 你又不需要擔心 有什麼天災地震 頂東是打風 去世界各地又方便 你要什麼 又買到什麼 其實香港某程度上 有人說 不是 大陸父母這麼小的房子 有錢人的房子大 三四千尺 那些 你住半山 看著維港 那些 你問他 環境不好? 不知跟你說多好 空氣又不知多新鮮 有人會覺得是你才在 下面吸廢氣 你想想 我在山頂半山腰 吸新鮮空氣不知多舒服 那當然 其實世界上 或者香港 也有些地方都很舒服的 你在新界區 一樣都很舒服的 不一定是真的要住半山才行的 但是 如果你遇到一個人跟你說 我都覺得 香港真的挺舒服 挺好住 他一定不用捱 所以告訴你 他一定是有錢 好了 另外 有人就說 有人就覺得 這句話 你不知有沒有試過 在街邊店 買些豬大腸 就說 我要全腸頭 不是吧 這樣嗎? 這麼有趣嗎? 因為你知道 有些人說腸頭比較貴 好像魚片頭 這樣就代表你有錢 不是吧? 說笑而已 好 另外有人就覺得 這句話 我家裡的泳池水 是某些雪山的水 我又覺得 這些都不夠力 你說 我只是喝那些什麼水 我覺得 舉例子 有些什麼港女水 有些人不喝家水 不喝普通蒸餾水 要喝某些品牌 伊字頭那些 那些 瑞士雪山水 還是什麼山水 抗泉水 有人就說 這些港女水很貴 幾十元一支 我都喝到不喝了 你會不會覺得我很有錢 我告訴你 有段時間我經常喝 真的送給我喝 我喝都不喝 有什麼好喝? 當然 有人就告訴你 我試過 真的 如果你覺得 他用這隻品牌的人 是很有錢 可能是 因為本身水很貴 我試過見過 有一位女性 真的 不是很熟 應該這樣說 是客人 不是很熟 我試過 他訂購這隻品牌 很大小的水 很多 然後 我說 不是做特價 為什麼買這麼多 小姐 我說這隻水真的很好喝 因為那時候我不喝 因為我很有趣 喝習慣了 家裡的水 簡單來說 我喝不習慣硬水 我喜歡喝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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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 你上網找一下 何謂軟水 硬水 但是 總之 喝下去的口感 怪怪的 我就不喝 其實很多的雪山水 礦物質水 礦泉水 都會有那種感覺 我一般的 好了 那次 那位女士 我問她 你買這麼多的 然後她跟我說 你經常喝的 我不是拿來喝的 我拿來洗頭 我說 蛤? 拿來洗頭? 我說 你要買多少瓶才夠洗頭 她說 所以我就買這麼多 我說 有什麼特別 她說 你知不知道 我這隻牌子的水洗頭 沒那麼容易脫髮的 這樣 然後我吸了一口氣 沒有倒抽口涼氣 吸了一口氣 我想不是吧 是真的不是 然後她說到微飛色舞 然後我心想 其實會不會關乎你水管的水問題 你會不會想著加點淚水 我自己心想 加個淚水反而更方便 但是她說 又有些人拿來敷面 的確是 好像是有些幫助 但是你信不信 但是我 你說用這隻牌子的水 就代表很富貴 一點點 我看牌 她看著用來做什麼 好了 有些人說 化妝品放到過期都沒有用過 這些 你是浪費的 真的很好笑 當然 有人說 呼吸也要用養氣瓶 車子 車子到暈了 不知道 有些人覺得 沒有的 你看看她日常生活 不需要說話 坐車也好 吃的 行為上 都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錢 有人說 我 家裡冷氣太大 回家為了出身看 有些人真的 我聽過 他們打工的 真的過消磨時間 所謂的過人世 所謂的 這些打工皇帝 所謂的 都不知道是打工皇帝 還是什麼 有些人賺錢買花帶 賺錢買花帶 也未必真的有錢 有些人真的拿來消磨時間 我試過 見過 有些家庭主婦 有時候 做part time 做幾個小時就下班 我說 你做幾個小時就下班 對呀 回去煮飯 這樣 回去煮飯 我說你夠花了 你賺了幾個小時 不是太多錢 他說沒有 你這幾個小時 又要拆我小朋友 跟著又要煮飯給老公吃 這段時間沒什麼做 就出來 賺多兩個 就是賺一下私企錢 給自己買東西 這些本身也有些錢 可能時間太多 有些真的純粹時間太多 多到 真不知道怎麼用 甚至乎 好像之前那樣說 有些的士大哥 就告訴你 你讀書不好 你搬的士 然後有些的士大哥 告訴你 其實我賺了很多錢 我本身也收入不錯 還有幾層樓收租 我開車是我興趣 甚至乎 我為了想多些人陪我聊天 那你真是難聽我的粗口 我打工我為了辛苦 我有賺錢 我這麼辛苦 打一份牛工 我為了三餐而折腰 你開的士原來為了興趣 甚至乎為了跟人聊天 真的這個世界 多不公平 所以有人說 如果你能夠在香港 舒服得很開心 這件事 絕對有一個指標性 就是告訴你 你是有錢 不知道你還有聽過什麼 覺得有錢 你可以下面留言 說一下 如果那些我很有錢的 太膚淺了 不用說 說一些深厚一點 或者我們沒聽過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一下 拜拜